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案危机 香港也会听到 美国的汇丰即是当时的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就是汇丰在2003年的时候买 出现了很多撥币 因为他买的时候就希望想增加收益 因为银行已经很大 美国汇丰当时有很多按揭就应该很赚钱 谁知道就糟了 其实很少看到汇丰买收购合并那么失策 那次也是其中一次 除了那次汇丰开始斩揽一组 其实他们也很厉害很早就知道 其实在2007年开始看到不少对冲基金出现问题 包括了叭商之后 2008年初的时候被政府... 不是,被JP Morgan买了 另外...或者大家有些都会知道 我在2017年开始写这些《end game》的时候 我有提到我喜欢找灯 那时候17、18年的时候就找了一支代注 现在一直跌了超过一半的股价 那时候重温 当年我用了花旗集团 做了07、08年那时候 评估金融风暴的指路明灯 当时它的股价由500元跌到10元以下 大家可以看看月线图可以看到 因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 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跌幅可以非常大 就好像后来雷曼因为资不抵债 这不抵债没有人拯救的时候 就全家都可以抵抵了 或者我相信可以说一些故事 很少人会记得当年花旗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令股价这么急速下跌呢? 三个英文字母代表了SIV 叫做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 所谓叫做特别投资工具 到了07年12月中的时候 这个是那时候的消息 他突然宣布会把490亿的SIV 放入资产负债表的消息一传出之后 不少股票投资者马上明白 为什么当年这家最大市值的上市企业 已经拥有最大的资产数字 仍然可以每年提供源源不断的盈利呢? 原来就是因为一些 在资产负债表以外的风险盈利所提供 所以大家投资股票的时候 如果看到自己的公司已经非常大 盈利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增加的时候 应该要问一些问题 这就是当年花旗集团 那时候叫做Citigroup 一些SIV的组合 随便选几个给他 简单的操作可以给大家看 这些SIV呢? 原来就是因为可以避开了 或者是监管的灰色地带 如果用一些一年之内的商业务 去囚集资金 就不需要申报 不知怎样 他用了这些短期的票据 借钱就去买入一些 长期高回报的东西 譬如像MBS那些叫按揭债券 甚至买了不少的CDO那些 没事就没事了 次按一爆煲 马上就出现了 他终于捱到08年11月尾的时候 就公布又要 把另外的174亿的SIV资产 撥回到自己的帐里 你试想想一下之前有400多亿 现在有174亿 这些全部撥进去的 基本上这些资产都是接近零价值 所以股价在那个时间 就不断地下跌了 这是大概11月19日 这是11月24日 原来他公布之前 可能已经搞定了 24日的时候 花旗集团就公布 美国政府会正式拯救花旗集团 注资大概3060亿协助拯救银行 其实这消息出来之后非常成功 令花旗集团股价 还有各大银行股价马上涨20% 所以我跟大家说 如果要美国政府注资或者各样 他不会随随便便在现在的 返回到普通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跌到全世界都觉得没了信心 所以我说 他真的这次联储局有机会买股票 不过一定不是今天 反弹了这21%就变成有效 结果在拯救了花旗集团之后 到了2009年1月 就是过了两个月左右 当时花旗集团的主席老斌 这位老斌就很厉害了 他其实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 就是Han Poisson的上一手 他之前其实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在2019年1月的时候他决定辞职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议论认为 政府拯救花旗银行 是不是因为他是前官员的关系 也因为他是不是前官员的拯救花旗集团 而不拯救雷曼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讨论 为什么不拯救当年的雷曼 要拯救花旗 另外一个争论点其实最大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在短短一年的拯救银行计划 其实在金融风暴之间 他好像收取了花旗集团超过一亿的花红 加现金我也不知道他的破坏是怎样的 不过这些大家很快乐都忘记了 不要说这些了 这是一个花旗集团的故事 我再说一件新鲜滚热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或者又不是很多人注意 另外一家美国的大银行 威尔斯华格附国银行 股王也持有这只股票 大家去查一下 好像也挺大 如果我记错 就是他前五大的持股 这家银行的前总裁这位Mr.Stump 好像是去参议院那些停证 这位前总裁他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被裁定需要罚款1750万 1750万 和禁止进入行业工作 你只是看不过这份工业 知道吗?这是非常严厉的惩罚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 这是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富国银行在2013年开始 有些客户经理触犯了 帮助客户开纳户口 然后申请信用卡 而没有得到客户的授权 我这里好像没有看数字 好像开了百多万个 不知道还是千多万个 原因其实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有很多数字 其实为的可能就是 这些就是富国银行那时候 经常都要吹嘘的 希望我们每个客户 可以买多少东西 还有我们每个客户 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这些可能是管理层离定了的销售目的 如果做得到就能显示到 银行在零售客户层面业绩的优势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达这样的标 但也不知道 这些到底是管理层默许的 开这些户口 百多万、零千多万 抑或是灰色地带 还是一些企业文化的问题 这个Quota的制度 我相信也是企业经营的正常情况 如果大家到了业务饱和的时候 可能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为了饭碗 当你发觉这个月的时候 只开10个 结果要开50个 那40个假的也要先开 不知道会不会被迫 要不然老板就会骂 各样东西都不能交费 做吧!做吧!做吧! 我听到不知道香港也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希望不要看到 不只是为了赚钱 有时候说金融系统里面面对了不同的原因 造成的危险 其实就像这部电影里面 这部电影里面是87年的时候 那个叫做Wall Street 华尔街 Michael Douglas 他饰演了那个叫做Gordon Geico 在一个演讲里面说 Greed is good 这就是美国 或者美国机构企业的文化 贪婪就是好 当你遇到樽颈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利用灰色地带 甚至犯法的行为去达到目标 有时候就会出现危险 或者造就了所谓的病态市场的特色 我现在也是帮股东赚钱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赚钱 这句话就不说出来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思维 Greed is good 以前就发生过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的大班 或者是富国银行 都是因为灰色地带 或者真的出现非法操作 这次会不会是因为 过度杠杆的后遗症 会不会是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 有人不喜欢听我说 你觉得现在过了的话 我就恭喜你 你这个人看得很正面 我觉得更差的事 还没见得到 这个过度杠杆的后遗症 其实由去年19年9月的时候 联储局突然在货币市场注资 以至今年3月的无限量宽 其实已经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要跟我说没问题 也不是我说的问题 所有在行业里面 或者 懂得看数字的人都知道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需要等下 看看稍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东西 被我们发现得到 能够出来 只包不住火那种情况 巴菲特是我的偶长 很多人都觉得我针对他 其实不是我真的很尊敬他 我经常也说很多人未必完全明白 他所说的说话的真正意义 等于他说这句说话 never ever bet against America 不要跟美国对赌 他说因为美国立国了超过200年 财富不断增加 我们面对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很多论据等等等等 对一些人来说 古神的说话可能就像BS那样 但他作为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士 我肯定他非常爱国 说话有时候可能要当他是一个政客 需要政治正确 如果我是在场的记者 我会有很多提问 为什么你现在的现金水平这么高 为什么3月底的时候 你没有因为指数下跌了这么多而买货 你自己减少了企业回购 你怎么看现在各大企业 大规模的企业回购 在出事之前 在2月底之前 甚至不少的企业是借钱回购 有三分一的回购 是企业借钱的回购 你怎么看 我相信他回答不了 或者留下其他网友自己去解答吧 他说了这句话 其实我可以想象到 never ever bet against America 他应该其实是很担心 现在美国的经济前景 很多人不同意 不过这是我的看法 说回今天的主题 美股真的永远不会跌下来 我听了古神这样说的说话 他的表情 以及巴棍的数字 我相信开始是有危险的 但我仍然到这一分钟 我相信联储局的拯救行动呢 今年应该顶得住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金融系统里面 会不会有些像我这个视频 提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罪行 不管是灰色地带还是正式的违规 我会继续留意这支指露明灯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会预先知道 XLF 这是美国金融板块类别 这个走势非常重要 前几天我还说过 它的反弹非常少 只是0.382整个跌 好像见底了 但0.382已经立刻又再下来 我继续看着它有没有办法上去 这个可以上到0.5 我说不用给太多 可以上到0.5可以站稳在上面 甚至乎在25元的这个50月 它就会脱险了 因为我特意用月线图给大家看 在08年金融风暴一直下跌的 如果它过不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情况 会有压力在那儿 好了 说完这个故事 说回日常几个 今天说得太久了 我简单说 只有几个东西 有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继续听下去 标期... 我们来看看在昨天开市的时候 已经扯高了 在这个星期暂时最高位 在2947那儿 然后就下跌 其实我们看得到 似乎是一浪低一浪 像是一个短期的走势 市场上再开始忧虑 逐步重开的社会会不会有第二波疫情的风险 这并不是一个明显向下的趋势 今天早上来说 我们只不过在非常窄幅的 这四小时图 在10MA和20MA那儿 大概2920 现在来说就要到2920、2900 我相信等美股开始 至少会清晰一些到底上还是下跌 大一点来看 我们这个星期暂时会看2947到50MA 大概是270左右 我相信短线趋势似乎稍微有利向下 大家可以看MECD的循环上 好像看到顶上升了上面上不了 下跌去比较好一点 这是短期的趋势 我们暂时这么看 我确实觉得它好像很辛苦想耐着 上到247已经一声下跌 245是我们这几个星期 经常很少时间停留在上面 我昨天跟同学说 我看到昨天也没办法 过得到下午 或者这两天A股又弱一点也没办法可以支持 我想我们今天来说 就是说它现在在4小时20MA那里 我相信也要看保底可能会跌穿24,000 在237的机会也不小 今天讲详细一点 听到这里的朋友 有些特别的东西给大家听 周报的时候我提过 金银叉有向下的趋势 小小声说 不要这么大声 这个星期...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一昨天开市已经在50天平均线以下 50周平均线也跌穿了 这个星期也没过得到 其实是111左右 现在大概是111左右 这也是在复杂了 那我去看就说 它升过了这么多个星期之后 现在这样跌穿了 我们用111来做阻力的话 它继续跌下去呢 会不会有一浪贵金属做好 特别是白银会做好呢? 当我一看到这些有问题的时候 我通常很喜欢拿一些月线图出来看 有些发现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白银的期货 我看到 如果...对不起 这是金银叉 白银的期货20月 我先拿走那些...等等 先拿走那些成交量 不迟了 如果我们看20月的时候 现在我们在大概16元的水平 有什么看呢? 如果大家看16年的时候 这条啡色线就是20月平均线 我们曾经试过有两次多大幅的白银上涨 就是在16年的4月开始 还有在19年的7月开始 大家如果记得的时候 看我以前的视频 看静鸡鸡做了一个大长银 就这样 这儿我又经常跟人说 这就是我那次去沖繩岛 在一个吃着很漂亮的 猪肉牛肉沙布沙布的时候 我跟人说21元的银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那次是涨了6元的 涨了20月之后 这个在去年涨了4元 从20月那儿涨上去是4元 其实大家可以比较 就这样看银没意思 你看看金银叉 其实当时他们也有一些很大幅的回落 我看了我视频多的朋友都说 做金银 不懂得看金银叉 不要让人炒 这个如果回落的时候 告诉你 有机会 起码多多个支持 现在多多个银的20月平均线 在16元的时候 现在正在做157多 这两天在8号9号玩了很久 这儿突然上去的 那会不会在月线图上重复 这个16年我们不要说 我们不要说11年那些大银上去50元 搞定这个像不像涨4元5元 我们到时再看 涨得上去20元我们再看 会不会再等多个double呢 到时再算 会不会历史重演呢? 我相信这个也会是很多做银 银是常常睡着觉的 但是它一动是完全捉不到的 大家要看看会不会准备好 会不会是大长银的时候呢? 我相信过得到16元 应该会比较容易决定 因为它可能过不了 又再下去也不定 这就要继续留意 否则就继续等吧 三条狗听到没有? 这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只不过在图表上看到 上两次是这样看看发展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今天大长银说了很久了 就说到这里 其他东西不说 下次再说 千万要紧记 这些全部都是投资经验的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要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记得独立思考 欢迎有问题简短发问 继续留意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 雷曼系列重温 记得温故资深 最紧要大力点赞 接着订阅和按下小铃铃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知道他们 还是知道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着很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